大家好,這裡是妹妹物語 這部影片就為大家帶來開季五套 當前版本強勢的牌組 會介紹牌組的主要構築 以及戰鬥的核心玩法 了解各個卡的數值和玩法 也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在影片開始之前要先感謝一下會員 以為你們能支持我的曲子影片的內容 首先介紹我覺得當前版本最強的皮卡丘EX 因為這套算是快攻牌組 玩起來很穩定 不用靠進化且操作簡單 皮卡丘EX是這套牌最為核心的卡 技能電氣陣的效果為造成自己被戰區 雷屬性寶可夢數量乘以30的傷害 並且只要2點能量 在戰鬥非常前期的時候 就能快速打出90的傷害 因此為了讓皮卡丘能更順利的打滿傷害 除了皮卡丘之外 牌組構築建議帶上8-10隻電系寶可夢 閃電鳥是這套牌次要的寶可夢 通常比較少用到它的第一技能 啄 它更大的作用是當作坦克使用 有著130的血量 開局可以直接放在前面 幫皮卡丘扛傷害累積能量 並且撤退也只需要消耗一個能量 搭配道具速度加速 能輕鬆撤退 如果遊戲真的拖到很後期 或是局勢很劣勢了 才會使用到它的靠賽技能 颶風雷電 當作最終的殺手剪 其它的雷屬性寶可夢 就比較見仁見智了 但誰都可以 我這裡推薦帶的是雷電斑馬 因為它的技能雷電劍 能隨意打擊一隻寶可夢30點傷害 有些時候能幫皮卡丘 不上不下的90點傷害做補刀 直接打死後排的殘血寶可夢 另外還有趴菜海膽 算是比較強力的單卡 技能有麻痹的效果 但運氣比較碎 可以衝不到皮卡丘的時候 能靠運氣扭轉局勢 道具中比較特別的地方 在於沒有帶傷藥 追求極致的快攻 而速度加速很好用 因為這些雷屬性寶可夢 撤退都消耗一點能量 一個速度加速就能免費撤退 最後訓練家推薦帶一張板木 能夠增加10點傷害 對於傷害90點不上不下的皮卡丘來說 能處理掉更多寶可夢 但特別注意板木的技能敘述 只有對戰鬥寶可夢有用 雷電斑馬的打後排技能 是不能增傷到的 一樣只能打30 所以帶一張就好 玩好皮卡丘EX套牌的關鍵 核心重點要完全放在皮卡丘身上 閃電鳥通常作為坦克 以及遊戲後期的手段 而其他的雷屬性寶可夢 只作為皮卡丘的行動和輔助 前幾個回合有能量 要優先給上皮卡丘 讓他最快的打出傷害 地球前期就結束掉戰鬥 再來是中速的王者 超夢和沙奈朵 以皮卡丘並列T0的牌組 而且這套只需要兩張EX牌 相對其他的牌組來說 非常容易組成 CP值很高的牌組 這套牌的核心是超夢EX 超夢血量偏厚的同時 還擁有不錯的傷害技能 主要就用他的第二個技能 精神衝鋒 需要擁有4點能量 耗費2點來造成150的傷害 耗費的能量很多 因此要搭配上能夠免費 充能量的沙奈朵 他的技能為銀行幻移 每回合可以免費幫戰鬥場的 寶可夢附加一個能量 如此一來就能做到 超夢精神衝鋒勇動 每回合都打150 只要成功在場上 鋪出超夢EX加沙奈朵 就是這套牌的最強心態了 當然這套牌很吃手牌的順度 山奈朵的三種進化 都要能成功抽到 所以在戰鬥中的道具 有條件的話 記得要先使用寶可夢球 再使用大木博士 來最大化抽到整套山奈朵的機率 只要讓山奈朵順利進化出來 勝算就很大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套是 噴火龍和火焰鳥牌組 噴火龍作為Game Freak的親兒子 他由火焰鳥EX在前面扛 還當作琴衝給能量 一招紅蓮風暴傷害高達200 可以一級必殺當前版本所有的寶可夢 玩起來非常的爽 這套牌組的輸出核心是噴火龍EX 它是這套牌組的主力輸出 三種進化階段都得帶滿兩張 噴火龍擁有強力的招式 紅蓮風暴 雙擁有四個能量 並可以對對手造成200點傷害 目前版本沒有任何一隻寶可夢 能扛下噴火龍的一擊 相對應的缺點是 四點能量還要集很久 只要使用招式後就會消耗兩個能量 能量的消耗非常的大 因此火焰鳥EX就顯得非常的重要了 火焰鳥EX主要有兩個作用 首先是在小火龍進化成噴火龍前 負責在前面扛傷害 它的血量高達140 作為坦克非常的適合 再加上它的招式烈焰之舞 只需要一個能量 效果為止三次硬幣 看總共有幾個正面 就可以自由選擇給被戰去的寶可夢增加能量 加上原本每回合會給的一個 平均一回合可以增加2.5個能量 對於高消耗高輸出的噴火龍 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訓練家方面 版本不需要帶 因為噴火龍能秒殺任何寶可夢 完全用不到增傷 而這套也和前面提到的超夢山賴斗很像 吃手牌的順度 所以在戰鬥中的道具 有條件的話 記得要先使用寶可夢球 再使用彈幕博士 來最大化抽到整套噴火龍的機率哦 再來要介紹的是妙蛙花加耶誕樹牌組 這套是偏慢速後期的牌組 主要是利用耶誕樹前期超強的體質 以及一顆能量就能放技能的特性 利用剩餘的能量來幫妙蛙花充能 只要能成功成道召喚出三個能量以上的妙蛙花 那麼八成已經贏囉 這套牌組的後期重點是妙蛙花EX 它是目前版本血量最高的寶可夢 高達190 除了噴火龍EX的招式紅年風暴外 能扛住所有的攻擊 它的技能巨型綻放 需要擁有四個能量 使用後可以回復30HP 並對對手造成100點的傷害 雖然說100不算太高 可是還能同時回復HP 再搭配草系專屬回血支援者利家 基本上死不了 絕對是最強坦克 但要進化到妙蛙花所耗費的時間過長 因此需要有一個前期強力的坦克 最好的選擇就是椰彈術EX 椰彈術EX的體質非常超模 血量高達160 是相當不錯的坦克 而且它的技能熱帶揮擊 只需要消耗一個能量 效果為值一次硬幣 基礎傷害為40 認為正面即可增加40的傷害 能夠造成80點的傷害 就算不需要運氣 40點傷害已經很不錯了 很多時候甚至光靠一張椰彈術 就能拉下不少的分數 多餘的能量也能給到妙蛙花身上 有個後期的保障 在道具和訓練家方面 傷害和納茲可以自由決定帶幾張 而訓練家必須攜帶利家 這張牌是草系專屬 效果為恢復50HP 一般的道具傷害只有回20HP 因此50HP可以說是非常誇張的數值 再使用時機推薦留給妙蛙花 還妙蛙花本身的技能 巨型綻放搭配 直接回滿HP 只要對手沒有高爆發的技能 打都打不死 最後要介紹寶石海星和極動鳥 這道牌組非常特別 一共只有6張寶可夢 相較於一般的牌組構成有些不同 並且擁有終極靠算訓練家小霞 有機會打出天狐開局的牌組 這道牌組的輸出核心是寶石海星EX 它的技能水炮建設 需要擁有兩個能量 傷害和皮卡丘一樣高達90 可以秒殺許多基礎一二階的寶可夢 寶石海星EX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它撤退所耗費的能量是0 代表可以更加靈活的替換寶可夢 可以讓寶石海星先在場上 等極動鳥EX湊齊三個能量後再換上來 極動鳥EX的技能是暴風雪 需要擁有三個能量 對敵人造成80點的傷害 並同時對備戰區域的寶可夢造成10點傷害 如果對方想玩持久戰 就可以靠極動鳥把敵人的後排幹掉 打後期牌組的就可以靠極動鳥來贏哦 循環家一定要帶小霞 這張牌是水屬型專屬的 效果為一直直硬幣直到出現反面為止 直出幾個正面就加幾個能量 是超級靠塞牌 雲基夠好的話可以靠這張直接決定勝負 推薦給極動鳥EX使用 也寶風雪要三個能量 加上寶石海星撤退不用消耗能量 一直給極動鳥EX是比較好的選擇 有機會開局就釋放寶風雪 再來是板木也推薦要帶 因為許多寶可夢的血量是100 而寶石海星的攻擊只有90 帶緊要關頭可以快上用場哦 那以上就是五套上分牌組的分享嘍 如果這支影片有趣會有幫助的話 歡迎點擊掌幫個贊 就會出更多寶可夢卡牌的攻略哦 那影片就到這邊拜拜